台中太平宜昌路上 最近突然出现了一只独角 台湾猕猴跑来跑去 早上八点多闹区内抬头一望 竟然有只台湾猕猴大啦啦爬在电线上 仔细瞧这只顽皮猴子身在水泥丛林里 把电线当树枝 尽管它少了一只后脚 但是靠着前脚伸手依然相当敏捷 一下走一下停 时不时还低着头往下看 一会儿还站上红绿的猛跳 爬累了嘴巴一张 大个大哈欠 路过了不管走路骑车 看到这只猕猴又够稀奇 停下来看猴子拿手机拍 猕猴爬过电杆再爬上电架招牌 不过这时他看到有人跟着他 气得跳脚发生警告 这只吹了左后脚的台湾猴 大清早出现在台中太平一张路上 引起不少路人围观 受民众将影片po网果然有人留言 说猴子是从新社天冷搬搭民众货车被误在下山的 又民众说经常看见这只猴子跑来吃香蕉 只这只猕猴像是迷了路在闹区里 爬爬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想抓他也没这么容易 现在市府农业局已经获报准备执行抓猴任务 呼吁民众不要提供食物 也不要拿棍棒驱赶 要是看到猴猴出没 立刻通报反应 这也将想一想劲 太容易不到